今天要來分享的是劍達崎嶇彈 算是新的系列 應該出了有點舊了 因為現在主打的是第七陣營有沒有 這是之前漫威超級英雄系列 然後本人因為運氣不好一直沒有抽到全套 然後後來在網路上看有人販售 然後再跟網路上其他人換 終於抽到了全套八款 然後就意義來跟大家介紹 然後第一款是浩克、美國隊長、鋼鐵人、黑寡婦、雷神 然後蜘蛛人總共有三款 分別是我們一般常見的就是最原始的蜘蛛人 跟那個黑蜘蛛人兩種版本 然後就一個一個介紹 這個系列第一個浩克是這樣 然後浩克後面是這樣 正面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其實浩克感覺還蠻可愛的 然後他給的這個發射器 是一個輻射的標誌 還蠻好笑的 本來以為他那個發射器沒有什麼特別 但後來才發現發射器的部分 其實每個都有跟自己的相關 然後給的指牌是這個 這個二煞 後面是紅的 二煞是這樣 然後美國隊長是這樣 美國隊長是這樣 美國隊長我覺得他眼睛太可愛了 反正感覺很奇怪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然後給的 發射器這一個 是一個 星星的圖案 算是美國的圖案吧 側面是這樣 然後給的指卡是 紅骷髏 然後鋼鐵是這樣 鋼鐵是這樣 鋼鐵是這樣 然後給的是 他的方形能量周 反應爐吧 應該叫反應爐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鋼鐵這個很鬆 一直會掉 它又掉了 然後給的是那個 鐵霸王 然後再來這一個 是本人抽到最多的啦 黑寡婦 但一點都不像黑寡婦 後面這樣 轉圈是這樣 然後給的這個 我也不知道這個 是什麼圖案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圖案 然後他給的 紙牌 說真的我本人也不知道 這個是誰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這一個是一個 拿著鞭子的 我本來也是鞭狂 可是我記得鞭狂 是個女生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是誰 有知道的人可以跟我講 然後再來是 雷神洛基 正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然後 給的是 鎚子 這個我還覺得還蠻可愛的 是一個鎚子的造型 裝上去是這樣 然後給的 紫卡 是他D 洛基 個人覺得洛基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系列 就是 蜘蛛人太多啊 換其他角色個人還覺得 更好一點 然後是黑色蜘蛛人 後面是這樣 然後給的這一個是 一樣是紅色的 後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前面這樣 然後他的第一個 紫卡這一個是 這個我記得叫綠惡魔 後面這樣 後面這樣 然後再來是第二款 蜘蛛人 後面這樣 然後給的發射器一樣是 蜘蛛網 然後他這一款的紫卡是 這一隻 八爪博士 算是蜘蛛人最強烈的敵人吧 在非凡蜘蛛人裡面 有出現後的 一個重要角色 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話 然後這一個 第三款一樣是 黑色蜘蛛人 只是他是全黑的 後面是這樣 然後他比較特別是 他的蜘蛛獅是 是黑色的 也不像猛毒啊 然後他給的紫卡是這個 犀牛人 這個系列總計 這樣子是八管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收集 只是他這個收集比較難收集 因為他一次就是 三個裡面 只會出現一個 不像現在那個就是 全部都是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